高血脂也就是我們說的膽固醇 為什麼我們今天特別要講高血脂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三高裡面 高血脂是很重要的 有的時候我們什麼 血管堵塞 心肌梗塞 是不是都跟高血脂有關 是的 沒錯 剛剛就像主持人剛剛有提到 我們十大十英的第二 第四 第五 第八 第九 加起來大概有三分之一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人如果過世了 有三分之一的人 多多少少都跟這些心血管系統 有關 因為不管是腎臟 不管是糖尿病 高血脂 腦血管 心血管 它都是跟這個血管循環系統有關 因為全身血管是連通的 這個血脂肪 膽固醇 這些很危險的原因是因為 像剛剛講的三高裡面 血壓跟血糖是容易有症狀的 比較容易有症狀 有哪些症狀 比如說有的人血壓高 他有可能會頭暈 有的人頭會脹脹的 血糖高有人會覺得有點口渴 當然每個人的感官 感受不一定會一樣 不過血脂幾乎是沒有症狀的 你的血脂高 血脂低 很少人會覺得 我有高血脂 所以我有哪些症狀 他幾乎不會有症狀 這是真的耶 像我以前高 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對 沒錯 沒錯 以前高了結果 產生的是退化性關節炎 就是下車的時候 覺得膝蓋痛痛的 倒是沒有覺得說 高血脂是什麼症狀 他沒有 他沒有 沒有啊 然後降下來也沒感覺 他高的時候也沒感覺 就是這樣子 第二個是因為三高裡面 血壓跟血糖是有機會 在家裡自己驗到的 有人可以驗血糖 可以驗血壓 但是沒有人 幾乎沒有人能夠在家裡驗血脂 所以其實這個血脂很容易被低估 因為他沒有症狀 他不容易在家裡驗 對 但是他卻是危險的 因為我們血中的膽固醇 就想像我們的血管 像是這個水管一樣 水管 對 阿龍我們的膽固醇 如果高的話 就像是這個水管 或下水道裡的這個泥沙淤積 很多這個雜物的這個水 所以膽固醇是泥沙淤積 對 類似 那比如說這個很髒的水 比如像黃河的水這樣 一直沖沖沖 然後就容易造成堆積 這些膽固醇 它容易堆積在血管壁裡面 所以就造成我們血管 現狀 對 沒錯 沒錯 所以在不同的位置的這種狹窄 就會造成不同的問題 比如說可能這個狹窄 在心臟 在腳 在各個地方 就會造成各個不同的疾病 如果在腳會是怎麼樣 比如說在腳 第一個一開始早期的症狀 病人可能會走路走遠了 走快了 腳就會不舒服 腳會麻嗎 有可能會麻 但更多是走的 走路會痛 走路會痛 走不遠 甚至腳部會比較冰冷 因為血液循環到不了 血液循環到不了 為什麼到不了 因為堵住了嘛 沒錯 沒錯 然後或者是傷口不容易癒合 傷口不容易癒合 對 比如說可能減指甲 小小的傷口 那就過了很久 好幾個禮拜 甚至好幾個月 都不容易癒合 主要原因都是因為血管狹窄 然後導致循環不夠 這個營養 氧氣養分送不到 那如果是在其他身體部位呢 其他身體部位 比如像心臟一樣 開始阻塞的時候 病人可能會在冬天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 熱脹冷縮 所以冬天血管會縮 循環縮又本身自己狹窄 所以冬天的時候 比較容易胸悶 胸悶 或者是爬樓梯搬重物這些時候 他可能就比較容易有症狀 所以其實是類似的概念 狹窄的概念在不同的血管 差別在於他的血管 供應的器官是哪裡 但是狹窄都會造成 那個器官缺氧 那如果我們有胸悶 就要趕快去醫院嗎 還是不用 通常胸悶還是要小心 尤其是這個危險因子高的 例如你有抽菸 三高 尤其膽固醇高這些 這樣的人如果有胸悶的話 其實應該要更小心 尤其在這種天氣變化冬天 那哪一些是高血脂的高危險群 那它有哪一些病發症 你看我們一下裂了這麼多 看起來蠻可怕的 是 就像剛剛講的 這些都是血管疾病 那所以像高血壓 高血壓它本身也會造成血管惡化 那血脂高跟高血壓兩個加在一起 它就會加成 那像糖尿病也是 糖尿就是我們這三高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這三個加在一起 它都容易造成這樣的問題 那只是說剛剛狹窄的事情 如果發生在心臟 那就可能會有心臟病 可能會心肌梗塞 心腳痛 胸悶這樣子 那同樣的 那這些 因為我們血管 我們正常的動脈 它其實是有彈性的 還有肌肉 它是有彈性的 所以我們可以摸 我們手上的脈搏 其實軟軟的有個彈性 對 有彈性 但是你要想像 我們這個泥沙淤積 淤積在這個血管壁之後 它就變得比較硬 變得比較硬 變硬 對 它這個膽固醇沉積在那兒 那它就會有點像我們所謂的動脈硬化 所以我們常常動脈硬化 動脈硬化就是 旁邊的那個膽固醇沒清 太多了 堆積在那裡 類似這樣的概念 對 膽固醇積在那個 本來是軟管子的壁上 就像我們的水管裡面 假設裡面一堆 一堆沉積物 一堆雜質像石頭一樣 那這個水管就會變硬了 那同樣的這些事情 都會傷到腎臟 像這三高都會傷到腎臟 所以在台灣這些好幾萬的洗腎病人 其實常常都是這些三高控制不好 長期造成的結果 它造成這樣 是的 那同樣的這件事情 如果發生在腦血管 發生在心臟血管叫心臟病 發生在腦血管就是中風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這個都是關聯的 是的 那推到最前面都是它 對不對 原因之一 對 沒錯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要治療治療它 沒錯 那所以它算是一種病 算是 算是 只是我們特別要注意它 不要讓它造成 喔 這麼多東西 那就會提早結束我們的餘生 對不對 是的 基本上 就一般人 沒有心肌梗塞過 沒有特殊風險的人的時候 我們大概總膽固醇的標準值 希望在200以下 200以下 那當然這個數值 如果有一點高 像230到239 這個就快要有點 因為這個是越高越不好 這已經要吃藥了嗎 還是不要 有 這個時候 一樣回到原來就是 看它的運動飲食跟生活型態 有沒有進步的空間 如果有進步的空間 通常會先叫它做這些事情 但如果說它已經做到極致了 我已經很認真運動了 我已經很注意飲食了 這個時候你可能真的是需要藥物 那240以上是真的太高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會需要靠藥物的幫忙 那同樣剛剛有說到壞膽固醇 它就是血管堆積最危險的因子 對 在你有完整充分的空腹的情況下 我們一般人沒有風險的普通人 希望在130以下 對 那如果說到達160以上 那這個就真的有點高 也是高危險 對 那三酸甘油脂一樣 那當然不同的健康檢查標準會不一樣 像剛剛的健檢報告大概是150 那寬鬆一點的大概是200 那大概不管150或200 這個大概就是比較嚴格標準 跟寬鬆的標準 那以200為例 如果說正常人小於200 那這樣是OK的 但如果大於400 就要小心 那還有到400的 對 這個三酸甘油脂高的可以很高的 我有患者破千的 甚至也有人將近萬的是有 還有上萬的 很少 但是還是有的 那怎麼辦 那就要趕快 對 所以就像剛剛講的 有的可能是喝酒太胖 飲食 還有抽選的時候沒有認真空腹 壓力大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危險因子 還蠻多是這樣的 好 接下來我們請宜芳老師來告訴我們 在這個高血脂裡面 其實我覺得跟這個飲食是有很大 有關係嗎 很大的關係 那是不是有一些高血脂的危險群 好 比如像我自己 好 肉食主義最主要是紅肉 紅肉比較危險 為什麼 因為飽和脂肪 過去我們認為是膽固醇的問題 可是現在新的觀念是認為 飽和脂肪比膽固醇更邪惡 這樣子 當然是肥胖 那除此之外壓力大也是 還有一些人不愛運動 還有抽菸 喝酒 這些都是個危險因子 那另外我再加一個叫做螞蟻族 其實螞蟻族也是高血脂 什麼叫螞蟻族 就是艾滋甜食 我講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次我們一個師兄就跟我說 他說他是吃素 他說我又沒有吃什麼 為什麼我三酸肝油脂那麼高 師兄降不下來 那我們說那你平常怎麼吃 我說因為他說吃素 所以沒有東西可以吃 他說我肚子都吃什麼 都吃水果 水果 而且他說我太喜歡吃甜的水果 他說我都打個香蕉 蝦蜜瓜 都是甜的 對 然後他三酸肝油脂 一直降不下來 後來跟他說 因為你吃了太多甜的水果 後來他就把水果寄掉之後 只吃番茄跟芭蠟之後 三酸肝油脂總算降下來了 降下來 對 那其實很多素食的東西 事實上是有很多的危險 等一下我們會繼續跟各位講 你不要以為它是素就沒有問題 其實素裡面有隱藏很多的危機 對 素裡面其實是油蠻多的 對 而且那個油要好吃 一定是飽和脂肪 對 所以素食的東西除了沒有肉以外 它基本上是油脂蠻多的東西 油脂 因為這樣才會酥脆好 調味料也很多 也很重 讓它有味道 對 沒錯 所以那些素食也不是食物的原型 對 也不是食物原型 所以這個方面是 這個也算是高血脂裡面 一個危險的族群 我們叫肝臟自己合成 對 那三酸肝油脂就是我們食物的總和嗎 對 其實這樣子 像膽固醇的話 過去我們認為是說 膽固醇高的食物會讓膽固醇高 對 可是現在慢慢新的觀念 是認為最糟糕叫做飽和脂肪 飽和脂肪 對 膽固醇跟他的最壞朋友 叫做飽和脂肪 可是飽和脂肪 是大家最愛的肥肉 所以現在 對 滷肉飯 所以其實飽和脂肪 現在變成第一個最重要的 然後可以靠飲食改善 可是有一種就是體型先瘦的人 他其實飲食在怎麼嚴格控制 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膽固醇過高 如果我們碰到胖子的話 我們覺得說他應該比較有希望 對 可是真的很瘦的話 我們就認為說一定要找醫生 因為那個已經是 不是飲食就可以做得到的 了解 那至於三酸甘油脂 我都比較喜歡 我也叫三酸甘油脂 因為很有成就感 為什麼呢 對 你就是說 你叫他不要吃油炸的東西 然後飯量減少 那多吃青菜 譬如說我告訴你 吃飯之前先吃兩碗青菜 只吃半碗飯 那如果只吃肉肉 而且只吃魚的話 你只要按照我Follow me 大概三個禮拜就已經非常好了 真的喔 三酸甘油脂就降下來了 就非常好 而且都很正常 其實我碰到很多科技業的 其實很多三酸甘油脂過高 那我跟他說 我給你魔鬼飲食 你只要三個禮拜就好了 魔鬼飲食 對 他真的很乖 三個禮拜就很好 可是如果Follow之後 現在可能又是亂七八糟 又亂了 對 當然要飲食可以改善 還有運動 了解 對 其實三酸甘油脂 是比較好控制 真的比較不好控制 是膽固醇 那如果我們真的要降血脂的話 就包括了三酸甘油脂 跟膽固醇 是不是有哪些好食物 我們可以稍微適量的吃一下 這樣子能夠把它降下來 好 其實我那個魔鬼飲食裡面 我跟他講說 你不要吃四隻腳 也不要吃兩隻腳 只吃水裡油 然後很快就降下來 水裡油的 水裡油就是秋刀魚 為什麼呢 它裡面含DHA EPA 它發覺DHA EPA這個 其實可以降血脂 效果是很好 所以蛋白質來源 最好是從秋刀魚 而且秋刀魚 它裡面 它最主要是說 它可以降低我們三酸甘油脂 而且可以延緩我們血液凝集的速度 對我們心血管是有保護作用 而且它裡面含菸鹼素 菸鹼素其實跟我們血脂代謝有關係 那裡面又含有B6跟B12 我們知道B6跟B12 其實跟神經安定有關係 會比較不會覺得那麼燥 會覺得精神比較穩定一點點 所以有些心血管疾病 可能是很急躁 那吃秋刀魚的話 它可能心情會比較好一點點 其他的魚行不行 其他的魚也有 但是秋刀魚最便宜 其他台灣最便宜 台灣另外一個魚也很便宜 那個叫做黃金鯧 黃金鯧也有 對 那不是一般鯧 因為一般鯧魚很貴 可是黃金鯧含量很高 不然就是B7 另外當然還有鮪魚 鮭魚 也都可以 其實因為秋刀魚秀 便宜 所以建議大家吃最便宜的魚 但它吃比較多 就是吃的時候注意一下就好 所以它有這麼多的營養 這是第一個 秋刀魚 這個老師建議給大家 也就是說水裡油的 比四個角的 兩個角的都好 第二個叫毛豆 為什麼介紹毛豆 明明還有什麼豆腐 豆干 可是為什麼毛豆 他們有個研究非常有趣 它是說一定要全豆 全豆才能降血脂 這樣子喔 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把它抽取 萃取出來 變成什麼大豆伊黃酮 沒有效 這樣子喔 對 那它大豆分泌蛋白 有沒有用 要吃它本來 對 要吃它全部在裡面 他們認為是說 因為整個吃下去 可能可以吃到造素 他認為造素 可能跟它有關係 當然裡面還有一些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 尤其有些水溶性膳食纖維 讓腸道的好菌生長 腸道好菌生長之後 它能夠把肝臟一些 比較不好的脂肪代謝掉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一定要吃整顆豆 可是我們現在吃 吃到毛豆的機率 都去唱KTV 對 去錢的 那個小菜才會吃到它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就是KTV吃小菜 至少比吃乳雞吃 乳雞腳來到好多了 知道 以後小菜就要拿它 拿它好 而且現在便利商店很多毛豆 真的嗎 對 隨時都有 對 晚上吃宵夜 就不要吃別的東西 就吃個毛豆 吃毛豆 好 那這樣毛豆要暢銷了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毛豆 為什麼毛豆 吃食物的全新 對 來 第三個 洋蔥大蒜 大蒜 大蒜已經 我們講很多 但你今天特別講洋蔥 洋蔥有哈佛醫學院心臟科教授 曾經講過 每天生吃半顆洋蔥 或喝等量的洋蔥汁 平均可以減少 30%的高密度膽固醇 要喝洋蔥汁 洋蔥有點噁心 不過可以不用 因為他們發覺洋蔥現在 有個好處就是 它一些含流化合物 它可以讓血液 比較不容易凝集 那現在還有一樣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 那目前是比較新的觀念 叫做紫質氧化代謝物 那我們過去認為是說 有些紫質 就是脂肪的代謝產物是不好的 可是他們先發覺是 有些脂肪代謝物是好的 譬如說洋蔥會產生一些 Omega-3的脂肪代謝產物 他發覺這Omega-3的代謝產物 能夠幫助我們清理 我們血管裡面膽固醇 跟我們散酸幹固醇 所以洋蔥真的要多吃 真的 那如果我們洋蔥 像那個法式洋蔥 就炒到都已經黑黑焦焦 剩下一點點 那應該沒有了吧 沒有什麼營養了吧 那應該比較不好 而且就是那種草法 一定用奶油炒 奶油炒又不好 奶油炒又不行 那他們以前流行用 把那個洋蔥泡在紅酒裡面 你覺得可以 還是有效 還是有效 因為紅酒裡面有白藜蘆醇 它其實兩個在一起 其實是有效的 對 可是因為紅酒如果太多 那個酒本身又會產生胰臟炎 對 胰臟炎也是個問題 所以要特別注意 所以就是用這種方式 可能就是把它煮過 好 來 這一個是橄欖油 橄欖油的話 過去我們認為是說 單元不包含脂肪酸 現在發覺它裡面 另外還有兩個東西 就是一個叫做弱醇 弱醇 弱醇 是一個就是分類 他發覺弱醇另外一個叫 橄欖苦肝 它的橄欖苦肝 本身可以減少動脈周障硬化 而且能夠把壞的奶共醇降低 所以基本上一定要吃 出炸的橄欖油 千萬不要time show 就那個extra virgin 對 不要time show 買那個1999 299 399那種 用很便宜的那種 沒有好 沒錯 所以這個是橄欖油 所以這個地中海飲食都是它 對 橄欖油 好油就對了 來 這個叫做甜檸檬 其實現在台灣有一個叫甜檸檬 甜檸檬就是比較煎的 煎的 對 它另外一個名字叫三寶肝 它其實蠻好吃的 不會那麼酸 那大概台東有在種 那其實不管甜檸檬 一般檸檬都OK 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有很多的類黃痛 譬如說它有一些幼配脂 或是橘皮肝 或是穿成皮素 尤其它皮裡面有穿成皮素 穿成皮素就是我們過去說的橙皮 橙皮裡面有穿成皮素 它發覺它是血管清道膚 可以降血脂 所以在動物實驗發覺 你吃全檸檬的話 可以預防脂肪肝 可以預防肥胖 還有抗發炎作用 所以我常說檸檬是最便宜的 降血脂的 但是檸檬 對 檸檬不要跟蜂蜜做好朋友 為什麼 不是要蜂蜜明農嗎 對啊 蜂蜜明農 那才能喝 要不然光它怎麼洗那麼酸 那若是你是真的天然檸檬的話 天然蜂蜜是沒有問題 可是外面現在的蜂蜜 經常都是果糖 對 然後酸又加甜 其實原本你想降血脂的話 你吃那麼多糖 又回來了 這樣子 但一般我們會建議民眾就是 最好有氧搭配無氧 兩個搭配一起 對 應該怎麼說呢 我們在做有氧運動的時候 它可以加速我們的新陳代謝 燃燒體脂肪 然後幫助我們血管擴張 對 可是如果你過度的有氧 你的肌肉量可能也會下降 這樣子 對 肌肉量下降 你的基礎代謝就會下降 那怎麼搭配 有氧加無氧 一般如果你是在家 我會建議從深蹲開始 深蹲 最簡單的 好 那你就教我們一下 怎麼深蹲 好 那我們假設你已經熱身完了 熱身基本上就是做一些開合跳 快走讓身體有溫度之後 我們開始做這個深蹲 那待會我們20下一組 20下一組 對 20下一組 我先回去一下 好好好 20下 當然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一般心率你要拉起來 拉到我們最大心率的90% 是 但待會我們只會拉到70就好 就比較溫和一點 好 那待會想像你要去做一張椅子 後面 屁股往後推 然後往下蹲 就翹屁股 對 你的身體必須要挺 你不可以駝背 然後再看一下你的膝蓋 有沒有超過腳尖太多 就是你的重心 有沒有變成像這樣子 深蹲要多深 一般會建議蹲到跟膝蓋一樣低 跟膝蓋一樣 好 那就真的很低 那我們就來20下 20下 好 來 準備 好 來 下去的時候我們先吸飽氣 好 下去吸氣 好 上來的時候吐氣 屁股往前推 這樣就是一個 然後手拉起來 保持你身體的平穩 好 上 好 三 好 加速 好 來 四 好 來 五 感覺怎麼樣 感覺逐漸動作不標準 七 那我們先十個好了 好 來 八 好 再慢一點 九 屁股往後推 重量要壓在你的臀部上 不要覺得膝蓋有壓力 那如果我現在膝蓋痛痛的 是不是關節炎 通常膝蓋會痛有幾個問題 你本來可能受過傷 對 那深蹲這個動作 我們就會去讓它做一些輔助 靠著牆或是搬著東西 第二個就是熱身不夠 對 第三個知識不對 對 知識不對 好 那再加的話怎麼做 剛剛我們說20下 對 做20下 做五組 五組 那你的中間這個休息時間 不要太長 不要讓心率掉下去 大概是休息20秒就好 才休息20秒 對 就繼續 對 那這個就是幫助我們下半身肌肉量提升 那像如果我們中老年人的話 是不是不要做20下 10下也可以 也可以 只要你心率拉上去 然後你覺得腿會痠 腿會痠就可以了 好 好 那再來 這個是 做了20下 對 又做了5次了 5次結束之後 我會建議再去加一個快走 對 那個快走 快走啊 我們分五個等級 第一個是非常輕鬆 第二個是有點輕鬆 好 第三個是稍微累 然後有點累 非常累 盡量是稍微累跟有點累中間 這裡 就是你的快走 你要講話會喘的那個 要走到會喘 對 如果在跑步機上 就速度是6 6 對 那一天建議是走3公里 大概是半小時 對 這就有助於癌症 了解 醫生還好嗎 剛剛做了10次 非常受用 做了10下 好 那現在是不是還有帶道具來 是綁腿的是不是 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綁腿 那這個又是什麼運動呢 這個現在坊間的流行叫翹臀圈 是 我們分兩個阻力 好 輕鬆的 來 這是比較輕鬆 好 素卿來示範一下 醫生就我們帶比較緊一點 好 直接把它套在膝蓋的位置 套在膝蓋 套在膝蓋 對 為什麼要增加阻力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變化式 是 這樣子嗎 對對 再高一點點 對 好 這樣差不多 然後呢 然後待會我們站寬之後 它會有一個阻力嘛 對 變成你的大 我們的大腿 我們腿要拉開 臀部需要用更多力量去穩住它 是 好 那現在做難一點的 怎麼做 好 我們一個深蹲停5秒 好 停5秒 來 試看看 而且不能內包 好 來 開始勾 好 來 5 1秒鐘 4 3 2 2 要站起來 可以嗎 因為發生有一個力量 要把你的腳往內拉 是 你要做個反方向的力量 往外拉 對 那一樣 20下 20下5次 也是20下5次 對 我的介意是這樣